接著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岩石與礦物 我們要先到內容叫做岩石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叫岩石 這個問題現在基本上不會有人考 以前問你說這個誰是岩石 這個問題現在應該不會有人考 岩石是天然產出以不解或仍然是疏鬆的 組成地殼的物質 天然產出沒有問題是天然的 地殼基本上不去管人造的 地殼只管天然的 以固結 什麼意思啊 像粉筆 叫做以固結 仍然是疏鬆 什麼意思啊 像粉筆歸 叫做仍然是疏鬆 所以地球科學上說的岩石 有沒有需要要結成一塊 沒有 不需要結成一塊 以固結或者重點是什麼 組成地殼的物質 組成地殼的物質 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 所以你平常心中都覺得那個石頭 你平常印象中那個石頭 那塊塊的那個石頭叫做岩石 但是石油跟天然氣也叫做岩石 石油是液態 天然氣是氣態 那個在地質學上也稱為岩石 因為它們都是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 有地殼的物質 所以它不見得一定要結成一塊 結成一塊 這個是岩石最早的定義 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 後來範圍變大了 剛才有教什麼岩石圈有沒有 包括地殼跟上部地寒的一小部分 所以上部地還有那一小部分 現在也在我們的岩石的研究範圍之內 岩石圈嘛 所以在我們的岩石的研究範圍之內 還有美國人登陸月球 搬了一些月球的石頭回來 所以月圓也在研究範圍之內 還有隕石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的所謂的現在所稱的岩石 但是重點的keyword還是一樣的 叫做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稱為岩石 這件事要記住 這件事要記住 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叫岩石 OK 那麼下一個是小學就教過的 學測也考過的事情 就是我們岩石有分做三大類 哪三大類啊 根據怎麼分的啊 岩石根據形成原因分做三大類 成績岩、火層岩跟變質岩 A方法做的就叫成績岩 B方法做的就叫做火層岩 C方法做的就叫做變質岩 根據形成原因分做三大類 成績岩、火層岩跟變質岩 這是學測考過的題目 我們小學就教過了 岩石根據形成原因分做三種 因為是根據形成原因分的 A方法就是成績岩 B方法就是火層岩 所以三大類岩石是可以彼此循環的 是可以彼此循環的 什麼叫做火層岩 岩漿凝固的就叫做火層岩 那奉來的岩漿可以是變質岩變成岩漿 可以是成績岩變成岩漿 也可以是火層岩變成岩漿 只要是岩漿凝固就是火層岩 什麼是變質岩 經過變質作用的叫變質岩 可以是成績岩有變質作用 可以是火層岩有變質作用 甚至於是可以變質岩再繼續再進一步的變質 所以只要是變質作用就要變質岩 所以只有三大類可以彼此循環 現在考卷上呢 大致上有兩種樣子的題目 第一種是問題 哪一個過程是不對的或是對的 我們的火層岩有沒有機會可以去變成成績岩 可以啊 火層岩變光化氫質產生渣渣 渣渣就會變成成績岩嘛 請問你岩漿可不可以變成變質岩 岩漿會不會直接變成變質岩 不會 因為岩漿的意思是什麼岩 火層岩 不會 畫一個原始循環圖把它標寫變質岩 直接寫個甲魚筆 他就問你說甲是什麼岩 底是什麼岩 或者問你說花岡岩是哪一個 花岡岩是火層岩 然後他就換到火層岩那一個 朱古詞也好 這樣子 這是岩石循環的 除了這樣的岩石循環之後 還有另外一張圖 基本上意思一樣 就告訴你岩石會循環 可以會循環 那上面有一個熱跟壓力 最左邊他寫一個熱極增加壓力 其實都是溫度跟壓力的關係 只是溫度壓力的程度不一樣 效果就會不一樣而已 但基本上都是溫度跟壓力 這張圖也是告訴你這個岩石會循環 沉積岩有機會變成火層岩 火層岩有機會變成變質岩 什麼之類的 一樣的意思 做的就是岩石會循環 就是我們這一部分所告訴你 什麼是岩石 天然產出組成地殼的物質 考試考過的 岩石根據形成原因 分作三大類 沉積岩、火層岩跟變質岩 然後三大類岩石可以彼此循環 A變B、B變C 那你用鏡頭就可以了 這是有關於我們簡單基本介紹岩石的部分 可以嗎?可以 很好